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首先什麼都不要說字 希望特朗普吉人天上 大步濫過 早日康復 最重要是人沒事 人沒事才可以做到世界冠軍 如果大家有宗教信仰 也可以幫特朗普祈禱 特朗普在Twitter上說了 說他和他太太在武肺檢測中呈陽性反應 究竟現在他的情況是怎樣 白宮醫生康里提到 說他兩夫妻現在在白宮接受隔離 兩人情況都是良好的 特朗普可以如常處理公務 並沒有受到健康情況影響 按照目前的情況看來 特朗普所得的應該只是輕症 當然還要觀察多幾天 希望他的情況不會進一步惡化 副總統彭斯在Twitter上說到 說他和他太太 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國民 都會為著特朗普兩夫妻祈禱 祝願他們早日康復 成彭斯的貴言 至於拜登方面 有些所謂的專家就走出來說 說特朗普和拜登 較早前才進行完辯論 兩個人在相對密閉空間裏 雙隔了只是 兩米左右 又持續談了90分鐘 而且雙方都沒有戴口罩 但是飛沫 就可以噴到五米那麼遠 即使特朗普和拜登沒有握手 但是 兩人都先後有跟華萊士握手致意 這個專家就說 拜登的機會都很高 實際上來說我覺得這個所謂的專家 是充滿著偏見的 因為這個專家是不當地預設了 拜登和華萊士在出席這場辯論之前 是沒有糟糕的 但是這個說法明顯地是不科學的 因為無論是拜登或者是華萊士 他在這場辯論之前 根本上就沒有做到無廢的檢測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 拜登或者華萊士惹給特朗普 而是假設了特朗普 可能會惹給拜登或者華萊士 第二就是不當地預設了 拜登和華萊士 由頭到尾只接觸到一個感染源 你怎麼能夠假設他兩個一旦出事的時候 就是特朗普惹他 拜登和華萊士一天見那麼多人 你怎麼知道他接觸其他人的時候 不是由那些人惹他 所以不能夠有些說法說出來 是這麼無斷 是對特朗普這麼不公平的 一定就要幫特朗普說兩句 好了 至於拜登神隱了三個星期那麼久 之前也有人懷疑他 究竟是不是要為了避過疫情 所以索性不出席任何的公開場合 是不是 當然 拜登如果真的出事的話 相信他的情況會比特朗普嚴重很多 畢竟他都年事已高 行年78歲 按照美國的武肺的統計數字顯示 80歲或者以上的武肺還者的瓜柴率 是去到14% 而且 若然拜登真是糟糕的時候 他的康復進度應該都是會慢過特朗普的 到其時餘下那兩場的辯論會 極有可能就會炮湯 所以真是希望 他本人又沒事 特朗普又盡快好 使得那兩場的辯論會可以順利進行 當然特朗普自己也要爭氣才行 否則的話 不僅是損失了兩場辯論會當中 技術性擊倒拜登的機會 同時也損失了 出席一些公開場合 乃至是各州的造勢大會的機會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的口才 辯才是最厲害的 若然不能在他最厲害的位置發揮所長的話 對於他的選情來說 也會相當不利 除此之外 如果拜登不幸糟糕的時候 美國部分的主流媒體 乃至是 部分的愚昧群眾 一定就會將這件事大做文章 然後乘機歸咎於特朗普的防疫抗疫政策有問題 這樣對於特朗普的選情又會有所不利 所以最好就是 拜登沒事 然後特朗普很快康復 使得兩人能夠順利地出席了餘下的兩場辯論會 這樣才可以見到真章 特朗普現在不幸地出席了 究竟還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 就是10月驚奇的問題 到底特朗普會否主動觸發 這個所謂的10月驚奇 來進行報復呢 其實特朗普在任期的頭三年 就已經是做到加零一 在經濟上 他又能夠 創造大量的就業職位 使得美國的失業率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跌至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新低 此外 特朗普又成功地將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 縮減了 只是這兩件事就已經是夠厲害了 是足以 令到他成功連任的一些政績 很可惜的就是 一場無廢的疫情 打散了他這些 令到失業率不斷飆升 然後他的政敵 還將這些問題 歸咎於特朗普的頭上 他本身已經很不相信 再加上現在他本人和他老婆都出事的時候 究竟他會不會借助這一次的機會 掀起某些衝突 來為大選選情帶來一些衝擊 我認為這個機會又高了 因為如果特朗普 他康復的進度是不扔不扔的時候 一來他就沒辦法再出席辯論會 二來他就沒辦法再出席各州的造勢大會 和選舉活動 但是以特朗普的性格那麼主動 那麼剛烈 他肯定就不會坐以待斃 到其時他除了在網上進行演講 或者是進行直播之外 他當然會有其他的花婚出台 所以我們就可以拭目以待 第二件事就是 若然 不幸有任何一個候選人身故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既定的機制來處理後續的安排 原來是沒有的 因為這些情況 就算在美國的選舉歷史上 也是非常罕見 對上一次就要數到1872年 當時 代表著民主黨陣營的 Horace Greeley 格里利 選到他進入大席路的時候 臨門一腳就 好了 那些選票就已經印好了 所以 就已經是沒有辦法作出修改 選民仍然可以在共和黨的候選人 和這位格里利之間作出抉擇 只不過當屆選舉結果 就是共和黨大勝 而且那個得票率 還是當時近幾屆的新高 至於這位格里利的得票率 就是新低 格里利應該取得了六十多張選舉人票 但是由於 他本人已經是先游了 所以那堆選舉人票 其實就是沒有跟普選票捆綁 因為當時民主黨 就指定了另外一個候選人 叫那班選舉人票 你投那個啦 在66票當中 就只有45票 真的跪了 另外那些票數 就像仙女散花那樣四散 所以 參考到這個情況 若然搬到2020年的今天 如果某一位候選人 真的不幸申固的時候 他那堆選舉人票 就很難去穩固得到 就算那個政黨 他去作出一個指引也好 那些選舉人是可以不聽的 因為那個候選人已經走了 你那些普選票投給一個死人 當然我希望這個情況 不會在這一屆的大選當中出現啦 不過呢 拜登其實他的年齡 真的是一個很嚴重的因素 就算不是這隻武肺也好 究竟他有沒有本事 能夠熬完這四年的任期 都成問題啦 四年之後他在說82了 很多人都懷疑 究竟以拜登的精神狀態 能不能夠升任呢 而且 有好幾次 特朗普本人 都已經揭發過了 就說拜登 在出席一些辯論會 或者是在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往往是帶著一個 玉色的耳機 來做遮掩 而拜登本人對於這個情況 也是曾經作出過指標的 那就真是不禁令人質疑 到底拜登在回應特朗普 或者在回應記者的提問的時候 他所答出來的答案 是他本人自己的想法啦 還是他背後那班幕僚的想法呢 作為世界第一大國的總統 應該是要有差不多的領導能力才行 若然整天好像個傀儡那樣 人說什麼就答什麼 如何能夠領導得到世界 所以 美國的選民認真是要 三思而後行 這一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